瓶水相逢 拔刀相助 女保安请老翁家人尽快领事 67岁 夸团姓是一名神秘老翁 八个月前到吉隆坡里孝氏路马来亚银行申请开户头被拒绝 老翁当时偶遇银行保安人员马拉声称自己被家人赶出家门 目前无家可归 需要一个银行户头接纳家人汇款 马拉好心答应 老翁每个月头通过马拉户头接收家人汇款 八个月来都如此 10月10号 老翁来电声称自己手机被盗 目前生病住院 要马拉不要担心 马拉不以为意 直到11月12号 接获双心毛诺医院太平间来电 透露老翁11月8号离世 等待亲属前来领事 马拉求助马华公共服务部 协助寻找老翁家属 以便能在医院太平间一个月停放期限内 认领家属住土为安 有情报的民众请联络张天赐办公室或双心毛诺医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